本来目由 惠尔普空调独家冠名播出 买空调就来苏宁一购 这个时候主打扮沈英豪 吹响了双方上部场开始的哨音 各位球迷朋友 您现在收看的是PPTV 为您带来的中超联赛第二轮 北京中和国安的比赛节奏 跟重庆思维显然是不一样 这个球在59秒取得了尽头 比埃拉59秒 确实国安队今天进入状态 真的要更快一些 这是边线球李磊的传终 巴坎布是投球百度 后点比埃拉近距离射 推到了巴坎布的脚下 大踏步向前右路 卧一脚低射王刚来了 再打门 后卫赶紧顶出底线 王刚这个进攻欲望是抢了 当时在进区内巴坎布拿球的时候 王刚就启动了 再打门 球又进了 谁啊 二十分钟巴坎布也打开了进球账户 镜头牢牢对准了第二助理台判 我们一会儿看一下有没有视频助理台判介入的情况 看整个进攻 巴坎布有越来越位 对球越位 越位 图越位位置回拿 对吧 越位 好 这个时候沈云豪单举上臂 确实是越位 进球无效 好的 隋尾杰 这个球反正球速稍微慢一些 角度也正 左侧脚球 右脚来发 漂亮的投球 这是后插上的一个投球攻门 攻的进角 隋尾杰飞身扑出 但可能布鲁尔夫更认为巴西三叉底 年合度更好了 小摩托 小摩托起动了 没有拉住 合脚打门 非常有力 余大宝 飞身踵枪牙 打到进区前沿 没有威胁 张熙哲第一点顶出来 拿脚针回来 张一鸣这几步可不慢 对 捅了一脚 二分 两点包抄 太清楚了 这个反击有点 这个反击太清楚了 巴卡布 赛季的第一连赛击球 还是来了 三十六分钟 三个人 这个球从张一鸣啊 进区前沿断球的 高速的 中路的 咸没起走 对 关键时刻 一个假设真传 给比埃拉 比埃拉现在已经 深深地爱上了右脑 所以现在啊 重庆思飞确实难停 零边落后 你说呢 加强进步 来了 漂亮 哎呦 这脚打得漂亮 四十二分钟 张一鸣吧 哎呦我天呐 张一鸣这脚石破天津啊 爆发了 爆发了 这脚射门 是大力尘 这个转身打门啊 确实太精彩了 是的 力量真足啊 太精彩了 你会感觉他好像把90%力量 在用在跟后卫的对抗当中 但没想到突然的转身右脚抽射 力量 那么大 别拉在中间 哎 看这个奥古斯多的跑位 哇 打偏了 这是一个绝佳机会 奥古斯多的跑位非常清楚 进去那三个点 传到进去外围 奥古斯多右脚打门 哇 打到了力主上 再打门 又打偏了 奥古斯多今天好像离进球 感觉欠缺的只是运气 投球 没挺好 嗯 没有挺好 因为是回家 就像刘宇回成都一样 打门 又是后卫打了一下 有没有 没有 周德海给门线救险 马上靠近 这77分钟 一般来讲倒了地了 他怎么那也得起来 对 持中国 这脚打门啊 嗯 这脚确实他不是这个封线的队员 是啊 左脚上门被随微阶挡出 同时手发 应该说打得还是不错 是 又是替补登场啊 上一轮联赛他替补上替补登场 登到了 11分钟 小 好的门架 再打 哎呀 王子明 啊 王子明 我天 今天这比赛有点神奇 嗯 因为这四个人进球都是 手里进球 对 张玉宁王子明都是这样 那这对于国安来讲 对于史密特来讲收获太大 嗯 你看教练席上 替补席上 所有人都站起来了 是 王子明终于收获了进球 嗯 压哨球 是的 这个时候主打扮沈英豪 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中场联赛第二轮 北京国安做客重庆 以四比零大胜